HELLO 大家好,欢迎到我的频道,我是阿连中军灵 那今天这一集呢,是淘宝开箱Part 2 淘宝呢,的留言区我有提到说 我所有双十一购买的东西在淘宝呢 都是通过ShopBag去购买的 这样真的ShopBag让我省下了大概九中杂菜饭的钱 金87块9毛钱 我明年如果没有饭吃呢 我可以用ShopBag提现金出来去吃饭 不用担心我明年会饿肚子了 今年双十一呢,我也是第一次购买ShopB哦 要不是有ShopBag,我应该也不会去逛ShopB吧 我第一次买了一两样东西 所以你们不用指望我有ShopB开箱啊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用ShopBag在Sephora上面购买东西 因为有到达13.5%的现金回扣诶 我买了JOMALUN的广箱 我人生第一只JOMALUN的广箱 除此之外你们也可以用ShopBag在Zalora上面买东西哦 还有booking.com去预订酒店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酒店庆祝生日嘛 送那个还给你拿到现金回扣 我觉得超级划算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双十一会买这么多东西吗 我们请看萤幕 这东西好像很贵耶 可是我好喜欢 哎呀反正双十一售备有高达30%的现金回扣啊 比平时高了三倍耶 平时我妈都觉得够划算的 嗯 买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思路导致我的钱包大数学 但是呢我记得淘宝双十一呢有跨店满简 我跨店满简扣了大概500多接近600人民币哦 然后再有shop bag扣了大概80多接近90马币 所以我整体总共省了大概400多马币 真的 您就敢直接剪一般超级值得400多马币耶 你想一下可以买很多东西哦 然后呢送十一 幸好我已经买完东西了 不然呢真的是被你们DM我到我心情要炸掉 好多人问我怎样用shop bag啊 我真的说有超级多关于shop bag的问题 我那时候就在想是不是我的影片解释到不够清楚 我还有特定说IGTV 可是我还是到现在我还是会陆陆续续收到一些关于shop bag的问题 所以我这里在解释更清楚更详细的步骤给大家 因为双十二要到了 大家赶紧的抓紧的下载shop bag 来神神神做一个精打细算的小仙女 那第一次接触的小仙女呢 可以用我影片下方信息栏的referralink 去下载注册一个account 你就可以获得5块钱的bonus cashback 这次双十二呢淘宝还有天帽呢 都有高达30%的现金回扣哦 主页下方的任务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挑战等着你去完成 只要clickstart完成挑战就可以赚取更多的reward 特别挑战就是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之间 第一次使用shop bag下单购买的话呢 可以赚取十块钱的bonus cashback 还有还有如果你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朋友的话呢 可以赚取高达30块的现金回扣哦 而淘宝的网页呢你可以在主页里的auto找到哦 我说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可以用手机购买淘宝吗 用手机付款可以吗 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喜欢用手机逛淘宝的话呢 你可以使用你的手机淘宝APP逛街 把所有东西都加进购物车 之后呢打开你电脑淘宝的website 登录你的淘宝去到你的购物车 去检查刚刚所加进去的商品呢 哪一些是可以使用shop bag现金回扣的 就可以啦 但在那之前呢 记得记得 使用你的手机授权shop bag给淘宝 点击淘宝 它就是带你去到这个页面 你只要就是登录你的淘宝 就完成啦 那我现在就示范给大家 如何使用电脑用shop bag购买淘宝吧 真的很方便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用电脑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大家一定要学起来 打开shop bag的website 点击getshop bag button 第一次通过shop bag button下单的话 可以得到3块钱的bonus cashback 点击install and shop note 然后add to chrome 再点击add extension 你的右上角没有出现shop bag button 你可以点击这个拼图的形状 把shop bag button拼起来就可以了 shop bag button长这个样子哦 之后回到淘宝双品 点击激活 然后这里需要你授权淘宝给shop bag 这个步骤你需要登录你的淘宝 之后回到双品再点击激活 一次你会看到这样的页面 之后就可以把商品加入购物车 但你去购物车的时候 这里就会显示青色的button 表示已经激活 那如果你是用手机淘宝购物的话 你会看到加入购物车的商品未激活 重复以上动作 一定要确保付款的时候 每个button都是青色的就可以 然后呢我的淘宝开箱是没有衣服的 我讲没有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反应就不是很好 我都不用再低了 我都不用再痛 所以我这一集呢就加入一些衣服 这些衣服是我之前淘宝 也是使用shop bag购买的 只是我没有时间分享给大家 这家是我之前没有开箱过的衣服店 这家店铺叫做Darling Gaga 有146万粉丝 我真的觉得他们家的衣服真的是非常的欧美辣妹封 而且价格都很便宜 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 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这一件超级无敌好看 那好看就是很辣妹封 在这边会露一点点的富裕 你们要自己随时注意把它拉上去 这件冲就完事了 冲就完事了 太好看了 搭配那种比较休闲的长裤 或者是比较帅一点的裤子啊 我前几期都有介绍很多裤子 你们都可以搭配白巴好看 我很喜欢搭配牛仔货腿裤啊 还是西装面料的货腿裤啊 还是瘦闲的裤都很好看 这样子的搭配呢是非常的随意 可是也很高级感 就是那种很高的辣妹风的小姐姐的感觉 我很喜欢 这是我吗?就是在说我吗? 我之前采雷过一模一样设计的衣服 我买的那个是自己太大太松了 会往下掉的那一种 但是那个它的面料是西装面料 这是弹力面料 非常的有弹性 小胸跟大胸都很友好的那一种 小胸就刚刚好非常的贴身 那大胸的话可能会比较紧 我觉得你们要注意尺码买哦 它们是有尺寸的 我身上穿的这件是M size 那如果你的售位比较大的话呢 可以买L size吧 但是我觉得它是很有弹力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尺寸表 一定要注意尺寸来购买哦 这一件呢它的走线做工 面料都很好 而且它黑色是非常黑的那种 不是那种要拖色拖色的面料 做工呢也是非常的工整的 很好看 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廉价的一件 重点就是 Shopay呢也可以现金回扣 就是我每次看到那种很平衡的东西 可以现金回扣 我都会无敌的激动 真的是太喜欢Shopay了 真的 我最近呢真的是非常喜欢这种背心 这种挂箔的短板背心 很好搭配 搭配一个高腰阔腿裤啊 或者是休闲那种灯笼裤 Jogger啊 都非常的好看 简单搭配出什么场合 都很有高级感 就是那种很随心却很有个性的小姐姐的风格 我很喜欢 而且它可以遮腹乳 然后也可以穿到我的肩膀非常的美 喜欢 这种设计我可以买十件不同颜色都不是问题 真的就是你只能想到穿什么的时候就穿这个 如果你想要就是更加的有个性一点的话 你可以搭配一些首饰 项链或者是耳环二选仪这样子出门就很好看 还有首饰哇塞 整个人就是超级的有个性的小姐姐 那如果是这样子普通穿的话呢 你就是一个比较温柔比较简约 就是很随意的感觉 我现在身上这衣服是看起来非常的眼熟 真的这衣服真的是好多人有哦 可是我一般看到都是长袖比较多啦 呃长袖的话呢会比较可以折肉 身体的效果也会看起来比较娇小的显瘦的 那我觉得短袖的话会比较日长一点点 我自己本身会比较喜欢短袖 但如果你是手臂比较肉的话呢 长袖还是会比较浅瘦的 那我自己手臂也没有讲很瘦也是肉肉的 可是我嗯不得来来的知心 我觉得这样的店又便宜 然后质量很好 因为买这种假两件最怕买到略质感 或者是看起来很廉价感 这家完全不会 只是求你们一定要买堆尺寸 因为我买错size 我买M3 然后我觉得 好松啊 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松松的 那胸位比较大的仙女呢 可以留意我的二手IG 或者是直接DM我的IG 跟我说你想要跟我买这件 因为我最近有点忙 没有时间更新我的二手IG网页 所以非常抱歉 M size哪里大呢 就是它这里的这个肩带呢 是蛮长的 有时候会感觉会滑下去的那种 它前面这个胸位也是会比较大一点点 如果你们是平时比我穿大一点点的话呢 你们可以拿M3 那如果是很交响 或是跟我差不多的话 你可以拿S size 因为它是有弹性的 不至于拿S size 就会很雷很雷的那一种 接下来就是我身上这一件 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的彩雷 就是我觉得它颜色有点凸纹不符 在照片里面是非常深的 然后我现在手上拿到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掉色掉色感 是我不喜欢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而且这颜色呢 它会显手臂很肉 所以我不太推荐 鲜女们购买这个颜色 黑色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只要它不飙色不飙色就可以了 这个剪裁做工其实都没有很大的毛病 而且都非常的有弹性 而且这种设计呢 会显得你的肩膀非常的好看 还有就是很显顺材 我是很喜欢啊 只是那颜色如果再深一点会更好 还有一点我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家店呢 有点很奇怪就是 它们系统呢 是不支持运到你的淘宝官方空运仓库的 淘宝的直运也是不接受的 它只能运到你的淘宝官方海运仓库 海运仓库啊 听清楚是海运 因为我真的是三次都没有办法 然后脚衣是自动关闭掉的 为了客服也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最后还是海运这个东西过来了 OK 就是讲你们要注意一点 我踩着雷 你们就可以避雷 那接下来要分享这样东西呢 是 我觉得我不是因为这个疫情 我绝对不会买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是处女座 没有那么的洁癖 MCO 我们这里有佛区 还是可以去健身房 只是你要提前预约啊 就是健身房 不可以超过指定的人数 我觉得去健身房这件事情 你还要去卧体啊 然后抓跑步机啊 流汗啊 就有很多的细菌 然后你去抓手机 我觉得很肮脏 我去健身房会带很多东西 车钥匙啊 会带手机耳机 手表这样子 就会觉得 这些东西回到家 我没有去消毒它 会很恶心 然后我还会躺在床上面 按手机 就很恶心知道吗 我又很怕那病毒 怕死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东西 登登 它是一个消毒盒 它可以消毒口罩啊 耳机啊 手表 钥匙 车钥匙卡片 好像我妈 就是她每次去超市 她刷卡的时候 她会拿那个消毒液去插那张卡 那张卡哦 有点变色区那一种 所以这东西可以消毒卡 很多东西都可以消毒 如果你怕钱 你可以消毒的 很值得啦 以后就算疫情过去了 我就会养成一个消毒的习惯 爱护自己 爱护家人 爱护大家 因为我觉得自己健康 别人才不会被感染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东西呢 其实它有很多版本 只是我买的是最简单的版本 最便宜的那个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够用就好 然后因为它还有extra的功能 好像可以无线充电 就是整个手机放在上面 就可以充电那一种 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啦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会坏 就我觉得不值得 赚有钱去花 那它坏掉了找谁修好不好 所以我就买了这种最简单的版本 然后它最简单的版本呢 有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消毒 一个是粗臭 然后这东西呢 妈妈就有问我 有什么证明可以讲它 可以消毒咧 去官网看一下的话 它是有证书的啦 这东西可以消除99.9%的细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我既然买它 我就选择相信它 就是一种意念 嗯 意念这东西可以跟我说 可是很喜欢看家居的东西的人 可是我每一次都会把它 放进我的首厂家没有买 因为会想要买化妆品啊 还是衣服 然后这些东西买到下来 就已经没有budget买了 新了一年了 我就决定把它买下来 因为新的一年都会换好像新的睡衣啊 新的衣服 新的内衣裤 新的东西等等 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可以 我们今年的时候一起换新的 床单 我摸了它的质感是非常的舒服的 道理说我们买床单呢 都是会看针线 就是针书 越多是越滑越好睡的 可是我自己本身没有这么讲究 我觉得可能年轻人吧 就没有这么讲究吧 因为我自己本身现在在睡的是 IKEA的床单 才200多针线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睡久啊 我就也没有感觉 我觉得还蛮好睡的 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我的床乳呢也是IKEA的 它跟我们在实体店的床单的size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在Malaysia买床单的 除非你买大一点点 就是它会有extra出来的空间 你买比较大的话 就会比较贵 而且Malaysia卖的床单真的太贵了 那个价钱 就算是它打五折还是四折的 扣完下来都要 都要三四五百块钱 就觉得有点贵 所以呢我就在淘宝上面买 可是我这次买的这个有点奇葩 它就只给我一个枕头 这个床单呢它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 我摸了 我觉得比IKEA很舒服 在淘宝买床单的话 你要注意个事项就是 会有分两种款式 一个叫做床单 它真的是铺在你的床上面罢了 它没有那个伸缩带的那种 另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读 写在这边 你们要选这个 因为这个是套在你的matrix上面的 我有把它打开来看 真的很美很美 就是很insplo那种很简约好看 而且价位也是很清明的那一种 我分享的就是零食 我想买零食很久啊很久啊 可是因为我一直都是用官方机运的关系 我有问过大家就是 可不可以用官方机运 运零食 有些是你跟我讲 你偷偷运一两个 不要被发现到是可以的 可是被发现到的话 就会被拒签 不然就是他们讲 苍蝇会有老鼠吃这样你的零食 我就会有点 嗯 算了我就不买了 那我这个是用带运买的啦 带运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这里都是给大家拔炒比较多的 那我们先拔炒第一样商品 就避免大家去采叻 OK 我买了这家呢 它的这个饼干 是谁告诉我它不是正装的 它的包装颜色太深了 跟原版的不像 我们再来吃一下口味 口味真的就是 呦 太甜了 原版的是甜 但是没有那么的甜 所以大家不要去这间店买这个 但是你可以去这间店买别的东西 OK 这牌子的oreo饼 嗯 也是拔炒的啦 不好吃 如果你是个很喜欢吃oreo的人啊 就真的不要不经意跟大家买这个 因为我觉得oreo还是比较好吃 就没有让我觉得很值得一试的感觉 它的饼真的是太厚啊 就是oreo是薄薄很脆的 然后吃一点点奶香味 然后oreo味占的比例比较大 但是我这个我真的觉得我吃了一个寂寞 然后甜甜的 我不知道我吃了什么东西 就是我不推荐 我真的只吃了一个 我是第二个 我是想说给oreo一次机 因为它真的 我不喜欢 我觉得大家还是去买oreo吃好了 oreo真的很好吃 接下来也是这个牌子的威化饼 也是一个我要拔炒的零食 它一点都不脆 就是它没有像是饼干那种很脆的感觉 它就是软软 有点露锋露锋这样的感觉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翻版 但是它看起来像正版的 然后它的巧克力味就是很奇怪的一种巧克力味 然后它这个牌子的这个饼干 我已经吃完了 太好吃了 它真的太好吃了 又脆又香 太好吃了 它一大盒里面是有八包的 大家可以去买这个 那个真的很好吃 真的真的很好吃 接下来就是这个牌子的流行饼干 期望它是真的是有熬一半的时候有流行出来 但是没有 它只是中间就是比较软的饮 可能那个汁已经干掉了吧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它的味道呢 不会想很难吃 其实就是OK 如果你们喜欢吃咖喱的那个蛋糕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还是我们是不同个年代的 它味道跟它蛮像的 真的很像 可是一个是蛋糕类 然后一个是饼干类 我觉得不错 不算是种草也不算是八草 就是我没有特别喜欢 但是也没有特别讨厌那一种 那这个呢是浓米家的 我是看到一个抖音博主 吃到很好吃的感觉 很真实 就平时觉得它很好吃 我才去买了 其实在他家 我有要买很多零食 可是 就我已经没有预算了 所以就只买了这个 就是最想买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像最深刻这个抖音博主吃的 就是这个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可是呢 不好吃 它是巧克力 烤巧克力 它有点像巧克力慕斯卡的感觉 就是肉口即化 然后非常的松软的那种 那重点 为什么我觉得它不好吃 就是它真的是太甜了 我是一个喜欢吃甜的女生 就是冰淇淋啊等等啊 我都很爱吃 但是这个甜到我好像白一点知道吗 它里面的成分哦 第一高的是植物油 你妈呀 植物油味 它不是巧克力粉最高吗 第二高是白砂糖 所以你讲一下它到底有多甜 真的是太难吃了 拔草拔草拔草 接下来分享这个东西呢 是我之前就我po过IG story的 然后就有心里跟我讲 你应该不舍得用了吧 整理到这么整齐 用了应该会很容易乱 可是不会哦 我就是用了很久 它的一轮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没有变过很整齐 我很满意很满意 最乱的地方都是笔比较多 因为笔我就没有这样子放在那个收纳盒里面 我就放在那些粉底液的上面 这些都是我比较常用到的笔 我就会放在前面 所以刚刚拿的时候 它就滚下来 收纳的小提示就是 你在买这些收纳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量好 你要放在哪里 就是反正我要放在这个抽屉里面的话 我就会去量这个抽屉的深浅度 就是它里面的深浅度 宽啊多深啊 然后我在量 我要放的这些 这些脸领啊 还是蜜粉的那个大小 是不是能够放进那个收纳盒里面 你才去买 其实我觉得收纳盒你买错了 我真的是很浪费很浪费很浪费 然后它没有讲很贵 但是也没有讲便宜 就是我觉得你买错就多余了 因为我真的试过去买过去 然后真的不是很实用 就真的是很贵 所以我就非常推荐大家 就是先知道你自己要装什么 然后那个东西的size啊 深浅度啊 你才去购买 那这个里面这个我真的很推荐 给我拿出来 因为拿出来以后就是会发生大灾难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都会把 这个是我的抽屉的后端 这是抽屉的前端 这些都是我的气垫粉底 我是一个很爱用气垫的人 所以我的气垫都在前面 然后粉底都在后面 因为粉底是看心情使用的 然后一些罐装的沾粉啊 这高度是真的可以让我关抽屉的 所以没有问题 然后这些都是我的隔裂刷 就是我比较不常取的眼影盘 我都会放在后面 常用的我都会放在前面 然后这些笔啊都是我每天都会取 就是我化妆的时候都会用到的 所以我都会放在前面 这边 因为这也是抽屉的前端 然后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取到的 眼影啊腮红这样子 然后都是非常容易取的 然后这里也是一些我的腮红啊 米粉等等 就是这个是out of我的收纳盒 我的收纳盒的范围在这里 这很整齐啊 我之前都是乱到一团 就是全部都是躺着 然后我用完了过后 它就是一堆化妆品 根本就没这样子 这么的整齐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拿出来的样子 拿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超级无敌整齐 那基本上是 长这样子的 其实这个分割是可以抽出来的 所以我这里 因为这个东西太厚啊 所以我就把它 拿出来一个 然后这样子放 还是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呢 记得给我留言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好久好久没有带你们 就是 订阅我的频道 我发现到我的那个 订阅人数有点 涨得好慢 还有还有就是 就是记得用我的 referralink 在影片下方哦 去下载 shopbag 注册一个account 就可以赚取5块钱的 bonus cashback 并且在双十二的时候 享有高达30%的现金回扣 那除了淘宝以外呢 你们也可以使用 shopbag 在shopee, zagara, sephora, booking.com 还有更多的商店 享有高达30%的现金回扣哦 去吧去吧 一边花钱一边赚钱的感觉 真爽 不要讲我没有讲 这次的淘宝开箱呢 主要会跟大家分享的是 美瞳、护肤品、面膜 还有手势 因为我自己本身 最近很喜欢看IG的那些手势 就一直被撞吵 可是我觉得价格有点贵 所以我就去淘宝 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通款 因为还蛮难找 然后我又有对质量的要求 去看些评论啊 去研究啊 所以我就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才找出来这些又美又好看 然后价格实惠 然后品质又好的食品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 然后呢 护肤品的话呢 就是比较平价的护肤品 因为我的皮肤讲真的 不是讲很好 你这样的看可能没有下次 但是其实你们近看的话 我是有一点闭口的 就是在我脸颊的部分 我就会买一些清洁面膜啊 还有刷痠类的产品 因为我看小红书 他们讲闭口的话 你就要刷痠 但我买的刷痠类产品 是比较温和的 然后不是那种非常火爆很红的那一种 就是那种无人知晓 或者是没有太多做宣传的牌子 所以就是大家敬请期待吧 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要等我用到很有用了 我才可以去给大家撞草 或者是拔草这样子 我不想就是直接开箱 然后就是直接丢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才好不好用 这样子给大家 所以我用了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下一期淘宝开箱见 拜拜